国民党大年初九上午举行新春团伴 党主席朱立伦 前总统马英九 还有前主席吴波雄都有出席 不过外界也关注 国民党2024总统大选该如何布局呢 资政媒体人吴子佳就说 国民党初选如果是采全民调 侯友宜就会面临参加跟不参加两难的选择 对此侯友宜是没有正面回应 而被外界点名代达人选朱立伦 还是一样强调 先全力拼3月4号的南投立委补选 开工日国民党也举办新春团伴 党内大佬吴波雄前总统马英九都出席 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领军护道新年恭喜 2024年下架民进党不但是要改变错误的政策 更要改变不断犯错的政府换党执政 马英九一开口就提新年愿望 这是国民党2024总统候选人该如何定案 现在我们国民党的最重要的目标是3月4号南投的补选 我们国民党是一步一脚印 朱立伦没正面回应 但资深媒体人吴子佳表示 国民党初选如果采全民调 党内呼声最高的侯友宜 会面临参加与不参加两难的抉择 侯友宜不松口但近期也传出自称总教练的朱立伦也有可能会上场代打 侯友宜前一天则说朱立伦也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们侯市长是我们国民党最强的母鸡 也是我们新北市的市长 朱市长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尤其在这段时间担任主席 我也看到他战战兢兢协力以赴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朱侯两人隔空互捧 但党内总统大选机制到底该如何制定 外界还是看的补萨萨 记者分享我黄神波台北长报导